上一个视频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科教授 蒙辛华对新冠病毒奥米克隆变异株B-E5的解读 可能内容太专业了 我自己做了一个表格 从一个普通人能理解的角度 我尝试着去分析一下 我不是病毒学专家 我只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 毕竟这个病毒和现在的防控方式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武汉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病毒是新冠肺炎第一代阿尔法 那个毒株的毒性很强 主要清晰肺部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病而去世 后来变异到德尔塔 几个月之后又被奥米克隆所替代 那么第一例的奥米克隆变异毒株进入到中国 是在2021年 也就是去年的12月9号 在天津口岸发现 三月份之后 席卷全国各地 至今也没有能完全控制 当然这个病毒的变异株就是奥米克隆 口岸的入境人员中发现 7月在北京西安青岛大连登基出现 从发现第一例到各处散发 这个BA5也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BA5目前是国外流行的主要组 按照国外的研究数据 20值也就是基本传染率达到了18.6 超过了人类对已知病毒麻疹最高传染率 麻疹是16到18 那么把上海折腾了几个月的 BA2张文宏教授的研究数据是9.5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传10个人 10传100 100传1万 如果BA5的20值是18.6 那么也就是一个人传18个人 18个人传18的两次方 就是324个人 324个传324的两次方 就是10万个人 这个传播速度就是很惊人 当然国际上对BA5的20值研究还有一些分歧 但普遍的共识是只要超过了12 那么现有的各种防护措施 包括打疫苗 核酸检测等等 基本上就失去了效率 按照温馨华教授的分析 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 每个人都要感染一遍 甚至是会感染几遍 因为他没有免疫力 那么说实话 这真的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呢 按照国外跟踪的病例研究 并没有发现BA5更高的 侵袭肺部的可能性 也就是没有更高的 致病性和致死 那么我们的下半年 是否会再次爆发疫情 再次的严厉管控 还是说我们能够完全的防控的助导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